Hello大家好,这里是PVD金融Michael 今天是2017年的8月10号下午的洛杉矶时间西部时间7点35分 今天是星期四,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市场的话普遍大跌 所以说我想就是做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今天我在这个市场里面看见的东西 首先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个市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首先的话这边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几个指数 指数这边首先是标普 标普的话今天是下跌1.45% 然后跌了35.81点 那大概是36点左右 然后纳斯达克100指数跌了2.22% 跌了131点 然后就是罗素 罗素的话今天的话应该是也是下跌不少 这边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数据这边没有显示出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IWM的话也是它的ETF 那么这边的话是跌了1.82% 然后波动率产品方面VIX指数 OK上升百分之多少 44.37 其实不应该看这个百分比 OK我们应该看这个点数 因为VIX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百分数 那么今天的话是上涨了5个百分点 就是从昨天大概11左右 那么涨到这个16.04%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要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很主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VVIX 有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个VVIX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待会的话我会跟大家讲 那么VVIX的话现在是在135.32% OK好那么走回到今天的这个走势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标普指数本身 标普指数本身我们把它切换成一张5分钟的图 OK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个下跌 OK今天的这个下跌其实完全没有恐慌 OK这不是恐慌 什么是恐慌什么不是恐慌 如果你是一个恐慌的话 OK我们在盘尾的时候 我们不会这样子直接的下跌 OK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之后我们就应该会往上反弹 好不好这不是一个恐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秩序的 OK非常非常有秩序的反弹 下跌反弹然后继续下跌 那么这告诉我 这个下跌可能并不会一时半会就马上消散 OK什么是恐慌 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种是恐慌 OK这种完全没有任何回撤 直接都是s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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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价格不动 我们把它称之为恐慌 然后怎么样恐慌的话会反弹 但是如果你碰到像今天这样子的东西 这种非常非常有规律 有节奏的上涨跟下跌的话 这就代表有人是在这里出货 出货到一定程度 他们等待一个反弹 然后继续出 然后再等待一个反弹 然后再继续出 OK这不是恐慌 那么如果说这不是恐慌的话 这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VVIX 那么VVIX这一边 OK它是一个指数 VVIX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数 我告诉你们讲解一下 VVIX的话它是波动率指数的波动率指数 OK那么它是VIX的VIX 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连VIX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VIX的话就是标普 SPX30天左右的这个期权 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 OK那么这就是VIX的定义 30天左右标普的这个期权 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 那么隐含波动率为什么会变高 VIX为什么会走高 那么就是因为标普上面的期权 公不应求 导致这个标普上面的这个期权价格上升 那么标普上面 特别是这个看跌期权的这个价格上升的话 就会把VIX推高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程度 就像今天这样子 那么什么是VIX的VIX 那么VIX上面它也有自己的期权 OK那么当然它的这个期权 也有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 那么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 我们有另外一个指数表示 那么它就叫VVIX 那么VVIX为什么会走高 那是因为VIX期权 对不对 它的这个权利金 因为它的这个期权供不应求 大家都在疯狂的这个抢购 那么所以说VIX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上升 那么VVIX作为它的这个对标的这个指数 自然也就会上涨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IX指数 VIX指数的话它上面是有期权 它在期权的这个标的5 OK 它的期权这个锚定的这个对标的这个东西 是VIX期货 OK 那么它跟VIX指数 它的这个期权的这个定价 跟VIX指数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 除了在这个交个日当天 那么这边我们就略过不表 但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得见 今天我们从开盘到收盘VIX这一边 VIX期权交易了250万张 2.5个Million的交易量 然后这个成交量是这个五天成交量的1.7倍 OK 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很多人在这里面购买 在购买VIX上面的这个期权 好不好那么VIX上面的这个期权你看他们都在买什么 他们买的都是CAUSE 对不对 那么怎么知道他们是买的呢 well 你可以知道他们是买的 为什么是买的 因为我那这个VVIX上升了对不对 如果这些人在里面卖期权的话 VVIX根本就不会动对不对 那么VVIX 这个波动率期权的隐含波动率 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导作用 well 很明显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灵敏的一个风险指标 那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边的话我把这个上方就是这个标普指数SPX跟下方这个VVIX做了一个对比图 那么你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收盘的时候VVIX的话是大概是在135左右 这是今天的这个收盘价last 这是135.32对不对 OK那么VVIX通常来说在120的时候就是一个警戒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你看从这里开始VVIX从这里开始被计算 从这个地方开始被计算就是这个大概2012年左右开始被计算这个VVIX 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来看VVIX突破120的这个次数有多少次OK 突破120再要红线这个地方这就是120好不好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1次2次3次4次5次然后现在是第6次对不对 OK第6个这样的时间段我们突破了12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之前都做了什么OK VVIX这边突破了120之后都做了什么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是2014年对没错2014年的10月份 2014年的10月份我们可以看到股指直接从这边啪啦啪啦这样往下掉对不对 VVIX这边暴涨对吧好了 然后呢2014年的这个12月份一样对不对一样 股指这边往下掉VVIX疯狂的往上涨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股指从这边开始往下掉VVIX往上走对不对 OK我们再往后看再往后看这里 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就是说接触美股大于一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是2015年2015年人民币暴跌汇率暴跌的时候 OKVVIX往上冲OK这边冲到多高 VVIX当时的话是冲到了200 将近是这个地方高点是在211.59 这是VVIX有史以来最高最高的这个读数 但是你可以看见当VVIX上升到120之后 我们仅仅是在这一天而已 OK然后下一天那我们熔断熔断了之后 那怎么样那我们我们我们在呃往上跑对不对 好了那么2015年的这个大概是12月份左右 12月份左右对不对这VVIX往上跑那么大盘往下跌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VVIX是一个呃对于VIX VIX30天左右期权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 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的这个呃对标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他衡量了是VIX在30天左右的隐含波动率 它的期权的隐含波动率 那么也就是说至少的话这些人去买这些VIX期权 推高VVIX的这些VIX期权 他会怎么样至少有30天的寿命对不对 OK这边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疯狂在买对不对 然后12月11号你看看的这个这个地方是12月11号 然后怎么样在1月份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大盘急剧的下跌 但是VVIX并没有往上走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已经在这里已经购买了保护 对不对他们已经在这边购买了VIX的期权 作为了一个保护对不对 所以说这边的话他们没有必要继续再进行更多的这个对冲 好了然后走到这个6月份6月份英国退欧看到没有 VVIX啪啦啪啦往上走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这个下跌却是在几天之后才到来 当晚标普熔断对不对 这边为什么VVIX没有口头更高 因为大家已经购买了保护 对不对 好了然后就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总统的这个选总统对不对 选总统然后选总统之前大选之前 怎么样大盘这样子往下走对不对 这里VVIX触及120也就是说大家已经买好了保护了 但这边的话保护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因为川普当选之后大盘还是一路的在往上走 那么现在我们VVIX在135 那么你可以认为 这里大家已经都买好保护了 大家都已经买好保护了 那么我相信市场里面还会有一部分人 不会相信OK 这个牛市就这么这么就死掉 好吧 他们不会相信这个牛市就这么死掉 然后今天的话可能有可能进去抄跌 然后怎么怎么样 那么剩下的这些人 OK 如果说如果说明天我们继续往下跌的话 那么VVIX只会走得更高 OK 只会走得更高 因为有更多人会去买这个VIX席圈的这个保护 而且如果明天我们像今天这样子收在全天的低点的话 例如说明天我们出一根阴线 对不对 出一根阴线 然后这样子往下走到这个地方 收在这个地方的话 千万千万要注意 我们有可能会迎来一个margin call monday 也就是说星期一的到来 很有可能会引发另外一波提前性的抛售 提前性的抛售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OK 反正我知道今天有人会被margin call 就是说今天有人的账户可能会被抢平 那么我会在盘前 我直接先卖标普的这个期货 对不对 来对冲这个下行风险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会这么做 一个人这么做 两个人这么做 三个人看了也跟着这么做的话 那么整个大盘就会陷入真正的一个恐慌 OK 到时候我觉得才是真正的 就是说抢反弹的这个时候 就跟我们这个2015年8月份的这个情况一样 好不好 所以说这边的话 我真的希望大家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风险在哪 那么现在我们回去标普 标普那边 那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讲 OK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标普这边 然后标普这边的话 我们本周的expective move OK expective move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很简单 我们就用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数据 就是每周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计算本周的这个expective move在哪里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本周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就星期六 对不对 星期六 让我们计算这个8月11号的这个期权 有五天剩下剩余时间的这个期权 那么五天剩余时间的这个期权呢 他告诉我们本周我们有可能会迎来上下23点左右这样的一个波动 那么以本以这个上个星期五的这个收盘价作为我们的这个起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 OK 上23点 我们大概会到哪里去 对不对 然后这个往下23点 我们大概可以到哪里去 那么现在可以看见了 这个红色 两根红色的虚线代表着本周 S&P SPX指数 标普500指数 它expective move的这个范围 那么这边expective move的范围是2453左右 2454到2453左右 这个这个界上面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界 OK 当标普500这个指数 当SPX指数 走出expective move之后 它有很大的概率 它会走回来 OK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概率 走回来这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概率不大 但是冲击很强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种小概率 但是高冲击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三个Sigma OK三个Standard deviation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本周 一个Standard deviation是23点 对不对 那么三个Standard deviation 那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69点 对不对 那我们本周的话 从哪里开 从这个2476开的 对不对 我们本周是从2476开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往下走69点的话 那么整个大盘就会被带到2407附近 OK 2407附近 大家要记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标普发生三倍标准差的波动 也就是99.5%的概率都不会发生的事情 OK 但是有可能会发生 好不好 这是2407左右这个level 那么2407这个level到哪里呢 2407这个level的话就会到 之前我们的这个 大概是6月底 6月底的这一波科技股回调的这个低点 这个地方 好不好 那么我想大家要真正的去认清楚自己的风险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说明天我们继续下跌 而且在尾盘 下跌的这个程度跟今天差不多 甚至更高的话 就是跌了更多的话 你应该知道星期一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OK 那么这边就是这样子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VVX这个风险指标 还有目前标普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我认为 OK 明天的话 走回来的这个概率 收到这个expected move的这个边缘 概率很大 但是我们必须要为那0.5%的这个可能性 0.5%小概率 但是高冲击 对不对 标普直接回来 跌回来这个位置 这种事情而做准备 如果我们发生这种是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么星期一等待着我们呢 就会是另外一个gap up 另外一个gap down 然后另外一波更猛烈的一波抛售 OK 好了 那么这边的话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 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 michaelafferencyoptions.com 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 www.ppttfinance.com 上面去查阅更多的这个关于期权 和技术分析这边的这个教学视频 好了 就这样子 那么祝大家明天好运 请注意自己的风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